有时间在练习 比如说year函数 这个应该 前面有做过啦 你要把这个日期里面的年抓出来 那就是把year放过来 应该会吧 month也是一样 这个就不练习了 应该自己玩一玩应该没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去把一个日期的年月日分别抽出来的话 一定要用yearmonthday 千万不要像有些同学是用自串的方法切 切自串 那这样子会怪怪的啦 而且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记得喔 如果你要某部分年月日的话 一定要用ymd这三个函数 再来的话time time的计算 我想时间计算 观念跟日期很像 只是变成10分秒 那比如说 7.50分40秒 但是分开来你要把它变成在一起的话 特别注意喔 一定要插入一个函数 请记住喔 日期与时间函数里面 请你用什么 用一个time函数 把它格式化 因为如果你没有格式化它的话 它不是一个标准的时间的这个资料 所以呢我必须怎么样 10分秒 OK 好 那问题来了 请问喔 所以这边的话 我后面好像有弄了一个这个 如果52分 52秒之后 12分之后 10个小时之后 或两个日期相加的一个最后的 怎么去相加减 但特别注意喔 如果52秒之后 怎么算 其实喔 应该看得懂 后面 我在 不会很长一串 重点 外面一定是个time 然后呢一定hour 有没有 啊 其实这个地方都一样 差别是秒部分 所以呢 请你在秒的部分 加上什么 52 所以非常冗长 很麻烦 当然如果你要简化的话 就是用我刚刚讲 用那个什么 etime 有没有 我在那个 云端上面还有放另外一个 呃 这个 在这边有个什么 1 欸 这个啦 有没有 etime函数 这个也是制定的 那将来你就给他什么 给他一个时间 再给他几秒 他就会给你最后的结果 OK 反正这个部分的话 是额外再补充说明 那几分钟 记得在mini的部分加12 有没有 这个地方 应该看得懂吧 因为字的话 我们要把它换个颜色 那小时的话是在这边 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把它怎么样 换成我自定函数 那部分也OK 更简单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我自定函数的话 假设把这个function 复制一下 那实际上它也是用date 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的这个地方底下 那就会多出什么 etime 比如说我52秒之后 那如果说用在哪里呢 用在这里的话 52秒之后的话 插入函数 找到使用者制定 这边有个etize 有没有 second 这个时间 几秒呢 52秒 Enter 它回来会是一个什么 小数点的数字 主要原因是按右键 出生和格式 再把它改成什么 时间 标准的哪一个 这个好了 按确定 OK 各位可以看到 自动帮你进位了 52秒嘛 所以52秒 所以52秒不是就是72秒 72秒 变成你要60秒 近一分钟 所以51 32 没错啦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也是一样 其他我想你就自己再练习看看 这个10点20秒 如果它12分钟之后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用那个time 或者是你用什么 etime 这边我这个我写的 mini 然后呢 你可以时间给它几分钟呢 12分钟之后 12分钟太简单了 52分钟好了 那一样52分钟会进一个小时 还换算 按确定好了 其实它会帮你算完 回来一样会一个小数点 你就再给它格式化 给它一个时间 这个好了 标准的这一个 OK 按确定 它会帮你格式化 算出来的话 自动帮你进一个小 52分钟之后嘛 所以这个52分钟 自动帮你进一个小时 其他的话还有呢 几个小时之后啦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再试试看好了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会有个综合练习题 这个综合练习题要做哪些事呢 总共呢 第一个 把这个日期的每个月份的第一天先做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希望把这边直接向下填满 向下向右 就可以把年利 一口气全部做完 OK 不过有点难度 等下会遇到问题 再来做完之后的话 我希望这个年利里面的礼拜六 礼拜天 是不同的颜色 就是字的颜色跟底色不同的话 该怎么做 那会分两阶段 这有点难度 第一阶段是函数 第二阶段 再把它变成VBA 这个难度更高 不过 没关系 应该都有办法做出来的 好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TIME的部分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所以其实 那个DATE观念跟TIME的观念 基本上是类似的 差别只是说 把它转换成这个时间的部分 那另外如果要计算 我这边有 如果说你要计算 你可能要先包在那个TIME函数里面做计算 如果不是的话 我这边已经有做好一个 就是叫做ETIME函数 就是ETIME 这个类似像EDIME函数 它有一个second 就是时间S 然后秒分10 你可以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这个直接复制贴到 那个你的 这个 这个 就是模组里面 最后如果说你想要自己定义出来的话 也可以试试看 把它删掉 自己再做过一遍 主要是利用那个DATE的函数 帮我们做出来的 OK 工作上 以后如果遇到 要计算日期 计算时间的话 那就不是太大的问题了 这里我想各位试试看